请给我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什么样的位置 能不能给到这个位置 我们请到青苏人自己来告诉我们 讲算有请两位青苏人 有请 好 这边是小高 这边是小肖 小高来说一下 你想求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我俩在一起几年多了 我知道他是一个很要强的人 但是他已经独立到 完全忽略到我的存在了 怎么样 就是完全不给我留有时间 我很纠结 我们还能不能再继续走下去 说个事来说吧 就上一次 我们俩相处一年多了 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家里 我父母非常高兴 特意从外地赶过来北京 我提前两天就跟他约好了 他也答应了 结果到最后他还是爽约了 我们从五点半等到了八点钟 等了两个小时 一直在给他打电话 他一直都没有接 到九点钟给我回了一个话 说他忙忘了 我就是很忙 那你知道我明明 我现在在出现期 本身就压力大 本身就很忙 过后我也给阿姨叔叔打电话了 我解释过了呀 可是这么大的事 这么大的小事 你纠结什么呀 我感觉只要是跟我沾边的事情 都是小事是吗 你的事情都是大事是吧 上个月我们二十号 我们恋爱一周年出去玩 我提前都已经制定好计划了 结果中途因为他的工作 我已经改了好几次了 到最后还是因为他的工作 我们没有去场 我做的什么行业你不知道呀 我培训行业 周六周日是最忙的时候 而且我现在每天都要加班 加班到达了三点钟 我一天睡眠时间有多长 我也想陪你出去玩 但我没有时间 你没时间陪我出去玩 怎么有时间陪你朋友出去玩 上次你朋友失恋 你陪他一块去了三亚 去了玩了三天 当时我想跟着你还不让 这怎么就有时间了 人家失恋了 行程已经提前定了 费用已经掏了 我是去陪他 我不是专门出去玩的 陪他你就可以 陪我就不可以 人家失恋了 人家失恋 是吧 你又没有失恋 凭什么陪你 是吧 姑娘 对呀 那根本就不是一个事 你怎么能说一起呢 可是我感觉 你完全不在乎我 就是上个月 一家的狗狗 宰子丢了 你都可以大半夜 十一点出去找 而且还印了几十张 寻狗启事 还悬赏五千元 给找到宰子的人 不是 宰子是狗啊 你怎么能跟狗比啊 他跟狗比了吗 不是 你这人说的话 我觉得这个没必要说这个事啊 我只是感觉 但是狗丢了我肯定去找 他自己回不来啊 是 就是随便就能不能把他抱走 嗯 那我能不找吗 我俩多少年的感情 你跟狗啊 对呀 我养了很多年了 那你跟他多少年感情啊 一年多 你自己掂量掂量啊 这一年能和几年比 就是我在你心里边就没有什么地位是吗 不是 我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事好不好 而且 我觉得你老提这个 你觉得你跟我相处一年多 你对我有帮助吗 我绝对我也没有啊 你就比如说 我让你帮我发个宣传单子 在学校门口 嗯 你发多久 50张都不到 我是真的不擅长发那个东西 我感觉很尴尬 站在学校门口 一群大学生 是你尴尬 我不尴尬 我一个女人我都不尴尬 你一个男人尴尬 我感觉这种事情 你完全可以去 雇两个人过去做啊 说实话 我这刚刚开始 我资金本身就没有那么充裕 我现在一个月 说实话 我觉得我挣的不是很多 而且你本来 你是我男朋友 帮我一些小忙 这我觉得 这很小的一件事啊 你为什么就帮不了 这么小的一件事 在你看来 我感觉是一件大事 可是这么小的事 你都没有做好啊 对啊 你又觉得这个是小事 嗯 我让你入过学校的时候 你这么说的 而且这个本来 就是一个挣钱的行业 我当然也觉得 咱俩平时 也不怎么在一起 我就想 你入我的股 咱俩可以有一个 共同的目标 让你更多地了解 我这个行业 但是你当时怎么说的 你就说了一句不合适 那本来就是 我有我的事业 你有你的事业 为什么非要把我们 两个人的事业 捆绑到一起呢 而且你总说 我没给你做什么 那你就说 你刚开始创办学校的时候 那些东西 是不是我给你买 给你搬过去的 就这么点小事 你还在说 是个男朋友都能干呀 这么点小事 你都不放在心上是吗 我自己记住啊 我自己知道 我知道我回家 我冰箱里多点东西 我自己知道 我为什么一定要说出来呢 我心里有数就可以了 你自己是什么工作啊 我是白领 什么样的白领 金融行业 那投点资 到他的这个股份上头 有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 主要是 还是有一些小事的 您就打个比方 你就说我现在已经投进去了 我们两个现在出现这个状况 我们该怎么办 年底分红呗 或者你抽资 撤股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吗 你们之间到底还出现了哪些状况 我就觉得 他现在就拿一些小事来跟我说 其实 反正我压力比较大 主要是他根本就没有给我留够 一点点时间都没有 我知道你很忙 但是你只要给我留一点点时间就够了 那我就是很忙呀 你平常吃饭看电影吗 对 根本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 那你们见面吗 偶尔见 如果想跟他吃一个饭 都得在学校等他 等到他下班了为止 有好多时候都是 他下班了 饭店也关门了 最后吃饭都没吃成 这就是你们一年的恋爱吗 对 我们恋爱一年 基本上都是这样度过的 好吧 当初怎么认识他 去年国庆的时候 就是 同学聚会 认识他 当时看他 首先他这么高 很吸引人 而且他也是舞蹈老师出身 现在很好 然后当时也是听朋友说 他是刚在创办学校嘛 所以我觉得很能干 很独立 有自己思想的一个女人 然后很欣赏他 很喜欢他 就这样 表白 你还是他 我 怎么表白的 还抿嘴 说嘛 就是托朋友 然后把他给约出来了 然后就是 问他现在有没有男朋友 还行 其实 什么还行 就是当时聊天的时候呀 包括一些 细微的 一些我感觉这个 挺暖的 哪儿还行呢 挺暖的 他哪儿暖呢 就是比如说 抵个纸巾呀 然后拉下凳子啊 然后披个衣服呀 另个包之类的 哟哟哟 嗯 毫无技术含量的事情 就把人家女孩追到手了 主要是我很忙 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刚开始 因为我属于身边就是 没有一个 就是细心会照顾我的人 嗯 所以当时他就那个 其实说是小细心打动我了 然后我 才会就跟他在一起 嗯 嗯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在外面拼搏没有那么容易 嗯 而且尤其像我这种 天天都闷稀跑的 身边几乎没有 固定的人 当时就打动我 我就在一起了 那还是有情感啊 那你在外面奔忙的时候 心里又惦记着小高呢 有时候会忙 因为太忙了 没有时间就是想别的 忽然想起来 哎呀我们家宰子和小高还在 哎对对对 赶紧 不是我这个 这真的是忙的 因为我自己有时候都忙忙吃饭 从你的角度来讲啊 就说 这一年里头 有没有享受过 属于恋人的 这种常态的 一种交往方式 没 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那个他约我 但是我没时间 我是真没时间 如果有时间的话 那你觉得这么繁忙的情况 要持续多长时间才行啊 我稳定啊 哪一年啊 我也想尽快啊 嗯 我也不是说想 一劲拼摸一劲拼摸那种的 我知道你很忙 我也可以理解你 可是你 根本完全不把我放在心上 不在乎我 你看你又说这个话题 我是真的很忙啊 你现在就是什么真的 那你忙了 你怎么可以顾得上别人 你怎么就顾不上我呢 我怎么就顾上别人顾不上你了 我现在都在事业上顾谁了 我 真是 顾谁了 就上次我去你家给你放东西的时候 我无意间发现 嗯 你床头柜抽屉里边有一个你的照片 还有一个男人 还有你家的狗仔仔 什么意思啊 本来我以为你狗刚丢的时候 你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 嗯 但是后来我一想 才明白 啥情况 没有那么简单 你有什么可明白的 仔仔丢了我哭的是正常 我养了好几年了 那跟我孩子一样 我孩子丢了 我能不哭吗 我能不找吗 嗯 可是那个男人呢 我觉得那别避养体了吧 我都忘记的事情 你真的忘记了吗 对啊 我也是托朋友才知道 他就是你的前男友 而且他之前也是开了一家 像你这样的培训学校 当时他就是因为 和他的一个女合伙人在一起了 劈腿了 所以你们才分手的 你是不是就咽不下这口气 所以说你才非要做这个 是啊 你是不是放不下他 没有 我当时开这个学校 是因为咽不下这口气 我当时我就在想 你没有我高 你没有我长得漂亮 你很平庸 你为什么 你们俩就因为我合伙就在一起了 我当时就是 确实是堵这口气 但是 我现在就想把事业做好 那个事我已经忘了 不是你还在提这个东西干嘛 物理取闹 那是过去的事情 就是你说 精力有没有放在你身上 因为他说他忙 那他在这一年 跟你的恋爱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投入精力 哪怕是一秒钟 到他的前男友身上去 我跟他见面那么少 我怎么会知道 有没有 没有 因为以前忘了 而且像我这种人 不吃回头嫂 有骨气 那这么来说吧 我先问一下小高 你觉得 如果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他刚才也说了 是无限期往后推延 谁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可以结束 那你要怎样 我觉得像我这样 一味的付出 如果得不到回报的话 我就没必要 再继续付出下去了 你就是这个意思吗 我只是想让你 给我留一点点的位置 让你在乎我一点 我有留呀 没留我来这干嘛呀 我压力多大 你现在因为这么点小事 然后你天天再说 我也想有时间呀 那为什么有时间 来参见咱们这个节目录制呢 有私心呀 什么私心 还是觉得 听得晚的 对 心里想挽留 但是碍于面子 是吧 对 其实不想走 其实我想留 难哪 请叫四位嘉宾吧 简压面对面 我想跟你讲一个时间的事情 在前天我和脱腿老师 在天津录完节目 我们本来应该乘坐晚上 八点多的航班飞到重庆 然后但是因为那天雾霾 所以航班取消了 我们有一个选择 就是航空公司提供我们住宿 然后改签第二天早上七点多 从天津飞重庆 但是我们同时做出了一个决定 就是坐高铁赶回到北京 然后选择第二天早上六点多的航班 飞到重庆 那天晚上我睡了两个小时 涂瑞老师也准时睡了两个小时 为什么 因为要挤出时间 他要看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儿 我也要挤出时间来去看一看我的先生 我们都很忙 但是我们愿意为爱来去挤出时间 哪怕只睡两个小时 你今天为什么来 我特别能理解 因为你确实不想失去 但不想失去 不意味着就一定是很爱很爱你 你为什么纠结他前男友 因为你一定要给不爱找一个理由 但是爱是需要理由的 不爱有的时候不需要理由 但你不相信 你一定要给不爱找一个理由 你不相信我对他好啊 我挺好的呀 我总比仔仔重要吧 他为什么不爱我 对不起 不爱就是不爱 不需要理由 但是不爱也不意味着不需要陪伴 所以如果你能够接受 你仅仅就是生活当中 一个在他需要的时候出现 而他不需要的时候 你就消失 如果你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你就继续 如果你不能够接受的话 那你真的需要跟小桥好好地沟通 因为他现在所有的东西 都在要去用事业来证明 我是一个不会被打败的女人 所以你肯定没有位置 谢谢 姑娘 你一直到现在 老是抱着个手 你累不累 习惯了 习惯了 如果你想保持现在这种状态 一直强硬地 像一个女汉子一样地去创业 那我建议你在这个阶段呢 就不要谈恋爱 就好好干自己的事 但是你说如果我同时想兼顾一份爱情 那你现在必须要放弃你目前的姿态 我从一个女人的角度 我已经感觉到 其实你的很多的气势 和你说话的状态 甚至包括你的很多的肢体语言 让人很有压迫感 所以我给这个姑娘的建议是 不论你做多大的事业 要学会柔软一点 从说话的语气 到你的肢体的姿态 其实都应该稍稍地调整一下 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 在家里 在办公室里 多挂几面镜子 当你一扭头的时候 看到我现在面部表情太僵硬了 然后给自己一个微笑 这可能也是一种训练 所以我是觉得 28岁的女孩 在这个年纪比较尴尬 但是想两手都抓妥的话 一定要从你自己 目前的状态开始改变 聚少离多的夫妻很多 不止你们一个 重点不是时间问题 重点是你们聚的时候 你们是怎么样的一个质量 你说你忙 你忙这句话是对的 你有理 可是问题是你有理 但接下你说话 有点尖酸 有点磕薄 那你们感情怎么会好 你之前刚才说 你这个人挺傻的 我真的吗 你计较什么 你干嘛计较 这是你的原话 何必这样 他是你爱的男人吗 他是你想要在一起的男人吗 你这样损他有意义吗 夫妻之间最重要永远是沟通 爱固然重要 没有了沟通的能力跟技巧 有爱也是会破裂 然后小高 爱一个人是要支持的 但是支持有两种 默默地为他做牛做马 帮他照顾狗 或干嘛 另外一个支持 是提高自己的能量 用正能量去支持他 虽然我刚骂他这样子 批评你不对 但骂的时候他有他的压力 那你可以说 亲爱的我知道了 你可以不要那么生气吗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亲爱的 你今天怎么了 你多问三句 你怎么了 他可能会哭出来 你信不信 所以我觉得 你要改变你的方式 那你也看看 你能不能改变你的态度 但我还没讲完 即使你们两个都改变了 都很好了 但是可能 这种生活是不是你要 假如说他今天态度也对你好 也给你肯定 不会这样子尖酸刻薄 可是就是没有时间陪你 那你要考虑 这是什么你要的生活 如果是 我觉得那你们改变 可以在一起 如果不是 那只剩下一句话就是 我爱你 但这不是我要的生活 Over 刚才他们三个人在说话的时候 女当事人数次想要开口 为自己遍布 对吧 我想跟你说一句话 创业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说这句话有三点意思 第一 任何一个创业者 在创业路上 都是十分艰难的 对吧 对 第二 创业是你自找的吧 没人逼你吧 是 第三 创业如果创成功了 成果属于你 不属于他吧 对 你凭什么要求别人 一定要这样包容你呢 我说难听一点 你成为不了一个好的女老板 为什么啊 如果 他今天是默然顺从地说 无论如何 我都愿意做你的尾巴帮助你 没有问题 但如果他今天提出这种不公平的对待 他要求你重视他 这个时候你还 在这里说 你要理解我 我有多难 你缺乏一种大度和大气 你应该做的是 对不起 我现在正在创业 我没办法照顾到你 如果你要走 我虽然表示悲伤 但是我也无可奈何 我觉得这是一种果决 你缺乏这种果决 白燕仪现在在创业 那天录完节目以后 还在贵宾市窟 说这个客户真难对待 下面创业的初期 什么事都要让他操心 人家不自己撑着 你把创业这件事情 看得太伟大了 每个选择去创业的人 就要选择孤独行走 在黑暗当中摸着石头过河 跌了撞了流了血了 自己咬牙忍着 自己选的 其实我说啊 每个人都可以忙 但忙不是借口 往往是在越忙的时候 还抽出时间来关爱对方 更能显现出你爱对方 我们平时跟老婆发个微信 都是晚上录完影回家 到了宾馆里跟他们视频一个 只要你心里想 你就会去做 你不想你怎么可能会去做呢 你付出不了 你没有这样的爱的能力 你挤不住时间 对不起 你去创业的业吧 那是你自由的选择 还有你 她抱着个手跟爷们一样 你两手放在这 你跟祥林嫂一样 两个眼睛搭了下来 你在要关怀吗 你还没听明白吗 你还不如她的狗呢 你在家里排第三 将来如果有孩子 你排第四你知道 我告诉你 我相信 她跟她的前男友没什么 但是我一定可以断定 她还惦记着她前男友 这种惦记 不是以复合为目的 而是就是惦记着 为什么 她现在正在 持持以恒地创的这个业 就是因为她男朋友 当初背叛了她 她为什么要拼得这么苦 就是不信我干的会比你们差 甚至她要求你入股 也是为了给她男朋友看 所以你想想看 她逗这口气的目的对象是谁 就是她前男友 曾经为她做的背叛她的事情 你想看 她心目当中 能没有敌人的位置吗 你就是个路人甲 你知道吗 所以一个男人像个娘们一样在那 说你陪我吃顿饭吧 你就挤不出那点时间吗 你亲我一下吧 难道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你觉得还像个男人吗 把你的手从肚子两边放开 跟她一样抱着手 这个女人 你之所以爱的 就是喜欢她身上的那个倔劲 独立 有一种闯的镜头 但我可以清晰地告诉你 这个女人不爱她 如果你能够坚持在自己的路上一路 不管是莽莽撞撞 还是最后成功 那最后都是你自己付出的结果 但是如果你今天能够真实地在小房间里面跟她说一声 谢谢你这些日子来的照顾 我内心并没有多爱你 我还保留一份对你的尊重 对于一个艰难路上一个创意者的尊重 那是一份来之不易的坦诚 来 请去密室 晓晓 咋 大声说出来 二 让我牵住你的手 不再放开 让我陪你走下去 哭了相伴 感谢你让我 领悟 让我大声说出来 我只能够坚持在 晓晓你知道吗 最开始就是因为你身上的这股劲儿 所以你才吸引我 我特别想跟你在一起 但是这一年来 你真的就是没有把我太放在心上 不过我心里还是放不下你 我觉得我可以照顾好你 只希望你能给我留有一点点位置 七 对不起 我确实不爱你 但是喜欢 你刚才也说了 其实说现在创业 是我自己的责任 可能真的是忽略了一些事情 嘉宾老师说完之后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我是 出爱是不出 现场一百位观众 大家要是支持 或者是赞同他们在一块 那就按一下赞成键 不支持不赞同 那就按反对键 321请按键 没过半哦 大家不太看好你们啊 但是自己的路呢 自己走 待会会为小高升起选择住 面对选择住 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 转身离开 放弃这段感情 或者你还是要坚持 那就按一下这个红色按钮 密室门会打开 小肖会不会从密室中出来 这也是一个位置 来请为小高升起选择住 请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看小高还有什么样的临别赠言吗 你看小高还有什么样的临别赠言吗 没有了谢谢 好 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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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